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节就开始围绕 主要围绕计算题考核大家了 这一节主要讲的是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所以这一节给大家挑的重点 重中之重是在第一个问题 消费税的计税依据里又有一般规定 又有特殊规定 我跟大家说这特殊规定几乎每年百分之百重考虑 这是必考虑的 所以把这些特殊规定务必记清楚了 第二要搞清楚算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 它跟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什么关系 这个是需要大家真的要弄懂了理解了学透了 第三个就我刚才说的 这个啤酒当中里如果也有包装物的押金 这个押金它跟计税依据和税率是什么关系 一定弄懂了 所以这是要清楚的地方 因为这个啤酒我们说它是要分甲类和乙类的 因为它是从量计争 所以这个押金会影响到它的适用税率 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计税依据 因为计税依据不再根据价是根据量 这些需要大家理解不是生硬背的 第四特别提到的特殊情况就是换底投 用于换取资料 用于投资入股 用于抵债的这样的消费品 在计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时 一定注意它们的税金不同 不同在哪 一个是按最高价 一个是按照均价 所以整个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完全我们是作为计算体 要把相关的这些概念要清楚熟记 计算体就做出来了 那我们下面挨个来讲 先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一般性的规定 首先大家方向记住了 消费税由于是因物而异 不同的消费品决定了不同的计征方法 哪些方法呢 三种 大多数的消费品都是第一种 从价计征 当采用从价计征时 大家会发现就跟增值税一点区别没有了 它的计税依据当然是根据你实现的销售额 增值税就只有从价计征 是不是这样的 而且此时核定的这个销售额 跟交增值税的销售额是一致的 此时这个销售额一定是一个含消费税 但是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你算增值税的时也是这个销售额 你算消费税的时它也是这个销售额 它叫一价俩税 这道理一定要清楚 这是大部分消费品都是从价的 少部分的第二个是从量计征 刚才说仅限于三种液态的消费品 啤酒黄酒成品油 它是根据量 这个量里面如果你是直接生产销售的 当然是销售量 如果你是自产自用的 适从销售的 那一定是一送的数量 你要是委托加工呢 当然是收回来的数量 进口的呢 当然是进口数量 所以仅限于这三种消费品 所以这三种消费品建议大家 马上就能记住 记下来就行 而第三种呢 叫复合计征 也很好记 仅限于两种特殊的消费品 卷烟和白酒 其他的一律不能复合计征 所谓的复合是 既要根据销售额 也要根据销售量 这不就一般规定吗 所以您看这15类消费品 您从这个表上就给它分好了 刨去了从量的三种 刨去了复合的 甩下的全是从家 OK 这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就发现 一旦到消费税中 换成了从量计征 换成了复合计征的情况下 这个时跟增值税就差别了 当两税都征的情况下 这个时消费税是从量和复合 但是增值税只有从家 这个必须脑子里牢牢记清楚 好 这就是一点 然后我们下面就提到了 包装物和包装物押金 这俩就不能混淆了 包装物是包装物 押金是押金 首先我们来说 包装物是如何计税的 只要这个包装物 连同您这个消费品 一起卖给对方 不再收回来的 不管你的包装物 会计上有没有单独计价 不管你如何来核酸 交税时要把这包装物的成本 统统计入你的销售额中 增值税和消费税 我们很多的一些个商品卖的时候 你不可能裸装啊 你都上面外面有一个包装物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哎呀到了8月15的时候 不有月饼吗 啊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对不对 8月15吃月饼 端午节吃粽子 都是这种 但你发现呢 厂家在销售这月饼的时候 他哪直接就这月饼 除非超市里面直接做出来卖米 否则这个月饼的上面 一定有非常精美的包装的 看出来了吗 有木头制作的 有那个铁盒子制作的 五花八门 哎呦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精美 漂亮极了 你发现当厂家 把这月饼卖给这个商家的时候 带着这包装物 当然带着 带着就一起给对方 没有说哎你把月饼拿出来 包装盒我再接着拿走 没有的 这个时候他制作这个精美的包装 有成本吗 当然有啊 那人厂家也不是傻子呀 所以人家就把包装这部分的成本 一定算到你的销售额当中了 连同月饼一起卖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 包装物绝对是要寄入你的销售额里面 该征增值税征增值税 所以你看我们买吃的这种东西 都会有包装物 还有大家发现我们买的化妆品 你看这化妆品这个瓶子外面的包装多么精美啊 这些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以越精美的东西 为什么贵 贵有一部分在包装物上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是包装物 而押金就不是了 往往这个押金是什么 只要这个包装物不是随产品一起都给你了 我要回收的 只要由于回收 他又怕对方买家不把包装物给退回来 所以他就采取什么 我先扣你一部分押金 先扣着 我就收取你一定的押金 你要在规定期限内把包装物给我拿回来呢 我就退给你 你不拿回来了 预期我也就不再退给你了 所以这时就产生了一个押金问题 这一押金就跟我们前面讲增值税是一样的 啤酒黄酒以外的酒类产品收到时就交 否则一般的货物都应该是在超过什么 一年的情况下 在预期时才需要 否则不并入到销售物 所以有关包装物和押金 咱们一定得分好 别回来最后学完了 最后还没弄明白包装物 是包装物押金是押金 还没折腾清楚呢 这是影响到是否寄入到税机里头 好这是一个 接着 因为预期没有收回的包装物 还有收取在一年以上不退给 没退回来的包装物 这样扣下的押金 都应该并入销售物 按照这个消费品本身的税率 征收消费税 这不是我们前面讲吗 押金当需要交税时 是跟着你那个包装的 货物的税率走 它该多少税率就多少税率 对不对 好接着 单独说啤酒 那啤酒往往是那种瓶子的 这个押金当中 不包括重复使用的那个塑料周转箱 那个押金 这个不赦税的问题 就我们那个啤酒 不有个什么一箱子吗 12瓶 24瓶 一大塑料箱子 这个收取的叫周转箱的押金 这个不包括 这个要特别记下来 这就可以了 对于酒类产品收的押金 只要不是啤酒跟黄酒 所有其他的酒 都应该在收到时 直接并入 都要在收取时 而不是在预期时 这点跟增值税是相同的 这点很容易的 所以这一点解释了文字之后 我们最后 关于把包装物的押金 税务上怎么处理 都给大家列举出来了 只要是酒类产品以外的 应税消费品 都是在收取时不涉税 都是在预期时才需要交税 这个大家清楚了吧 好 这里特别注意成品油 涉及到包装物押金 只缴增值税 是没有消费税的 否则只要是消费品 俩税都交 总之我们得知道时间 收取时不交 预期时才交 但是如果是酒类产品 还要再细分 除了啤酒黄酒之外 其他的酒都应该在收取时 就必须得交 就不是预期时交了 正好相反 而酒类当中只有啤酒跟黄酒 跟着一般的普通消费品走 收取时不交 一定是在预期时才需要交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关于押金这问题上 大家折腾清楚就可以 看完了我们立竿见影 大家熟悉 练一道题 这是一家啤酒厂 一般纳税人 在三月份销售A型啤酒10吨 直接卖给超市 给超市开具了专票不含税的价款 2万8 卖这个啤酒时 收取了包装物的押金 3000元 这是啤酒的押金 预期时才需要交税 又卖了B型啤酒10吨 给酒店 价税合计收入3万1 也收取了包装物的押金 B型啤酒 看好啊 这个啤酒厂当月应缴纳的消费税是多少 以至甲类啤酒定额税率每吨250 以类的定额税率每吨220 这道题就是考核大家 看似这个押金本身跟交税没关系 但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判定是甲类还是乙类是有很大关系的 此时你收的这个包装物的押金 是要直接计入出厂价 用来判定这个单价的 是用来判定单价的 由这个单价来决定你是甲类啤酒还是乙类啤酒 一般单价是在3000元以下的就是乙类的 超过的就是甲类的 所以这道题当中 它只是告诉你A型和B型 但是到底是甲类还是乙类不知道 所以这道题复杂在地方 是在自己首先先判定A型的和B型的属于甲类啤酒 还是乙类啤酒 当你在判定时 你们收的这个押金都要直接计入到出厂价里 要判定的 但真的等交税的时候 跟这些价都没关系了 交税的时候都是根据你的数量 10吨来计算应那消费水 这是它的特色 这是我们刚才文字说明的 我都分析清楚了 概念一定要清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 首先先要看A型的啤酒 我们得先算出来出厂价是多少 当在算出厂价的时候 包装物以及押金都要计入到出厂价 哪怕没有预期的 押金也必须得进 看出来了吗 所以这时候不含税的单价是28000 除以10吨算出一吨的单价 再加上这个包装物的押金 注意还要除1.13 看到吗 因为你这个押金本身必然是含增值税的 所以要对押金的这一部分 必须要单独替税 所以算出来是3065.49 已经超过3000元了 属于甲类啤酒 所以这里面打怕是考试时不给自己要清楚的 啤酒在分甲类以类的时候 它是根据出厂价 这个价格就跟卷焰不一样 卷焰判定是70以上 70以下 啤酒呢 甲类以类判定的是3000元 以上就是甲类的 3000元以下的就是以类的 所以大家把这个出厂价 这个判定标准还要清楚 所以由于这个A型啤酒 最终呢 押金要并入到你的出厂价里要算 但是还不能忘了替税 替完税以后才要并入到你的出厂价当中 算出每吨的担价 只要在3000以上 它就属于甲类 那它适用的固定税额 250元的定额税率 再来算B型啤酒 出厂的担价也有押金 所以这个时候拿 价税合计的31000 加上这个含税的押金 一起除1.13 再除以10吨 这样换算得出来的单价每吨 是2800多 小于3000 由此判定B型的啤酒 是属于乙类啤酒 OK 你就算完成任务了 等到真正这个酒厂交相费税的时候 就跟这个押金一点 关系没有了 因为它就变成了从量定额了 A型啤酒跟B型啤酒 都是卖了10吨 直接拿10吨 分别乘以两个 不同的固定税额 算出来 这道题分析完了 就是考大家概念 清不清楚 哪一步都必须要非常明白 这就OK了 好 这道题完整了吗 完整了 啤酒因为是从量激增 可是它又跟着押金又扯在一起 所以要把这两个分清楚 押金在什么时候起作用 是在判定它出厂价 构成甲类乙类酒的时候 要用到押金 算税时就用不到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第一个 计税依据的一般规定 相对来讲就三个 从价 从量 和复合 把握好就行了 好 重点 全部都在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这绝对是重点作为计算题 几乎每次都考 第一个特殊情况 注意 自己设的 非独立核算的 门市部销售自己产的 应税消费品 好多一些学员搞不清楚 这怎么回事 他实际工作当中 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不理解 一定要把它理解了 那你自然就知道了 他说这种情况下 一定交税时 必须按照门市部的 对外销售额或销售量来争 参照的税机是 门市部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生产企业移送给门市部时 移送的这个环节 是不交消费税的 它的纳税时间 一定是在什么时间 是等门市部 在对外销售的时候 才需要交税 它不是是在移送时 既然不是在移送时 所以它的税机 一定不能按照 移送的出厂价来算税 一定是根据门市部的 对外销售额 这句话看完了 大家理解吗 怎么叫用于 移送给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啊 就是为了避免企业 逃税 规避 怎么个规避 大家看说的是 我这是生产企业 我本身是自己生产高档化妆品的 正常情况 生产企业生产化妆品 自己不直接就销售 你要自己直接就对外卖 当然根据你销售额 该怎么交怎么交呗 但现在就出现生产企业 它把产出的化妆品 它自己不直接卖 它设立了一个门市部 这是它自己的门市部 你想想 这个门市部本身在会计上 是非独立核算的 它不能独立核算 知道吗 它所有的都是要跟它的生产企业 统一核算的 但是它就建一个门市部 这就通常叫什么 叫前店 这个叫后厂 你看我们很多一些生产企业啊 厂子的门口 正好挨着临街的马路 繁华区 那干嘛不用啊 繁华地段 人流又多 所以这时生产企业就在自己的那个厂房 弄了一流商店 然后把那门开在马路上 厂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很方便 直接就放在门市部 然后还告诉消费者啊 我这是直小 没有中间环节 不赚差价 省去了差价 而且保证是真品 不会有假 那消费者肯定就增加信赖感 而且还便宜 因为他没追过中间的零售环节吗 所以这时候都在这门市部买 于是呢 他就出现了 你别忘了生产企业 跟此时的门市部 在法律上 是一个法人企业 它是一家子 统一核算的 但是结果生产企业 把化妆品先移送 移送给门市部 然后让门市部对外再接着什么 销售 再销售 销售给谁呢 销售给消费者 这时呢 很多一些学生问我 老师 移送给门市部不就零售环节了吗 门市部在卖的时候 不称零售环节 零售环节不称消费税吗 那你此时门市部在对外销售时 千万不能理解成是零售环节 你要是生产企业 卖给正常的商场 商场要再卖 那是零售环节 你现在不是 当门市部在对外销售时 记住了 仍然是认定在哪个环节 仍然是在生产销售这个环节 他并不是在零售环节 言外之意 别看表面上是门市部在卖 实际上就是他背后的生产企业在卖 他才是真正的纳税人 相当于还是视为在出厂销售环节 但他为什么这有个特殊呢 特殊就在于防止他逃税 是因为生产企业 当把这化妆品给门市部一送时 您会计就应该知道 这时此时的移宿 所有权转移了吗 东西的所有权 他没转移啊 他压根就没有发生转移 是不是 还在自己的单位内部 但是他给自己门市部的时候 他呢 当然是按照移送家 成本家 来给到门市部 所以这时候是移送家 那这是问大家 这个环节适同销售吗 不适同销售 别跟增值税那个总分机构 那个移送 不要跟他混 他也不会适同销售的 此时他就是交给了门市部 他们是一家子 门市部对外销售 其实就是生产企业 自己在直接对外销售 所以这时纳税的时间 不是在这个移送时 一定是等到门市部 真正实现了销售时 意味着真正这个生产企业 这批化妆品的所有权 真的发生了转移了 这个时候才需要计算纳税 看出来了吗 所以此时千万别理解为 这已经改成零售环节了 不是 原因就是因为 门市部跟生产企业 它视为是一个企业 还没出厂门呢 所以这个是内部的移送 不发生纳税 只有真的等到门市部 把这东西卖出去的时候 相当于就是你这个企业 实现了销售收入 所以它仍然是归到 生产销售环节 它不属于零售环节 OK 这个时候要交税了 所以交的时候呢 为了避免你偷税漏税 你不能按照 移送给你门市部的成本价来算税 一定得真正按照你 最终实现销售时间的收入来交税 对了啊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 为什么要移送给门市部 移送完了之后 哪个环节交税 是在什么时候交 原理是什么 通了吗 这都属于生产销售环节 这理解了啊 所以这是第一点 看好了 看完了 我们来感受一道题 这是一家高尔夫的球剧场 一般纳税人 他自己下面设了一个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 看出来了 三月份 这个球场 球剧场 就把一批 注意成本价为70万元的高尔夫球剧 移送给自己的下面门市部 给他了 给完的目的是让门市部直接对外 把其中的80对外零售了 获得了含税的销售额77.22万元 先交给门市部 是用移送成本价的价格 然后门市部再对外销售 已知消费税的税率是10% 成本利润率10% 这个就是糊你的 这个给你也没用 看出来吗 他不是按照组成计税价格交 他一定是按对外销售额 这样问大家 该项业务应该缴纳的消费税是多少 是按照移送的成本价 还是按照对外销售额出来了吗 此时这个球剧场把东西移送给门市部时 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没出场门了 所有权还没转移了 只有门市部真的把它卖出去时 才真正视为生产销售了 所以他直接按照销售额来交消费税 不能按照移送成本价来交 好 最后的结论出来了吗 按照销售额 含税的要剔除增值税 再乘以10% 这道题就出来了 理论清楚了 立体也会做了 大家就没问题了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特殊情况 再来看第二个 换底头 我们把它简称叫换底头 我把生产出来的本来是消费品 我没有直接对外卖 我直接拿它换取资料了 我直接用你投资入股了 我直接用你抵债了 这个记住 照样得交 这个实际上原理也是为了 为了防止你逃税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已经生产出来的 已经是应该交消费税的 应税消费品 这本来应该交消费税 你要把这消费品 直接要对外卖 那肯定交 结果您把这消费品 没有直接卖 而是用于换取资料了 投资入股了 用你抵债 绝对那就算作销售了 所以这时不仅是增值税要交 消费税也要交 好吗 所以这一点大家看好 所以我们实践当中 这种用于换取资料 投资入股很好理解 我们换取什么 比如说我生产出来的是 高档化妆品 属于应征消费税的 结果我生产出来 我没有直接卖 我把它用于换取什么 香水精 这种情况下 等于是用于换取生产资料了 照章要交出 而交的时候怎么交呢 大家一定注意 算消费税的时候 一定按照同类消费品的 最高销售价来寄税 注意啊 不是均价 是最高销售价 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 按照最高销售价的 仅限于这三种情况 换底头 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 所有其他的 不是按最高价 就是按照均价 组成计税价格 都行 但是同样 这换底头的情况下 但是在算增值税的时候 一律按均价 所以这时候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区别 大家要看明白 所以看完了 实际上告诉大家 到考试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只要考这换底头的时候 他给的已知条件 就发生变化了 这是在他的已知条件里 绝对不给成本 成本利润率不给了 他一定会给你 直接的价格 同类价就给了 而且是会给你好几个价 这样的话 你在算消费税时 挑那最高的价 你算增值税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算成均价 再来交 他给的是价格 他绝不会给你成本利润率了 这是他特色 好了 这就是第二个 换底头特殊 第三个 专门说白酒的企业 他向商业销售单位 收了一个叫什么费 叫品牌使用费 只要收这个钱 通通并入销售额 计征消费税 言外之意 我们把这品牌使用费 就视为是价外费 当然要交税 这个没什么 这个只要知道就可以了 记录到税机里 看完了 我们来练一道题 这是一个化妆品厂 一般纳税人 一月份发生以下业务 在一月八号销售高档化妆品 四百箱 每箱不含税的加六百元 到了一月十五号 又卖同类化妆品 五百箱 每箱不含税的加六百五 发现了吗 这时他就给你价格了 把价格都给你 第三笔 当月又拿二百箱 同类的化妆品 注意 跟某公司换取香水晶 这不就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吗 这就产生了换 这特殊行为 那俩都是直接销售 该怎么交怎么交 以至消费税率 百分之十五 计算该厂当月应纳的消费税 两笔直接销售的 直接按自己的销售价 这笔换的 一定要按照最高销售价 两个价格给一个六百 一个六百五 那你这时这二百箱 一律要按照最高价 多少六百五来交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前两笔 看见了吗 最后加第三笔 这个第三笔的换 一定按照最高销售价 所以直接成消费税的税率 好 大家感受一下 不就是没问题了吗 好 再练一题 这家酒厂 一般纳税人 二月份销售粮食白酒三吨 取得不含税的收入三十万 又收取了一个品牌使用费 两万元 看到这几个资 没商量 直接寄入到销售额里 但是一定要清楚 这是如果涉及到 那个消费税时 也要知道 这品牌使用费 不用说 当然视为是 含增值税的 必须剔除增值税 又收取了包装物的 押金 两万三千四 由于是白酒 收的这个押金 一律都在 收到时 寄纳税 而这个押金 没得说 也一定是含税的 增值税的收入 必须提税 此时货物已经发出 那么请计算酒厂 本月应缴纳的消费税 一看卖的是白酒 马上第一个知道 消费税一定是 复合计征 既从价 又要从量 不像增值税 增值税只从价 而且呢 在交税的时候 销售额里面两笔 一笔是品牌使用费 一笔是押金 都应该并入销售额 但并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 是含税 必须提税 你的这个销售额 本身是不含税的 但你这两笔 必须提税 这些陷阱 大家都要清楚 好 解释完了 我们看看这道题 首先 你这不含税的收入 是没问题的 销售额不用提税 但你这两笔钱 品牌使用费跟押金 都当然视为含税的 一定要先出1.13 只要乘以比例税率20% 先算出从价计征 前面这一部分是从价 别忘了再加从量计征 从量计征的固定税额是每斤 0.5 你要把吨 一定要换算成金 这个一吨 折合多少斤 当然是2000斤 所以你这卖的三吨 一定乘以2000斤 再乘以0.5 看上了 而且你最后的换算单位 都必须是圆 因为你这是0.5就是圆 所以你前面从价这一部分 也必须是以圆为单位 别回来最后算出来 前面万元后面成圆 这都对不上号了 这个大家说了 真的到考试一紧张啊 全断片了 就顾不上这些 把这些仔细看好了 OK 这就是品牌使用费啊 我们感受一下这道题 第四个大家看 是关于卷烟 卷烟这一块 有个计税价格的核定 为什么要核定一个计税价格呢 它就是防止你卷烟厂 在销售烟的时候 价格明显偏低 避税 于是呢 它在计税时说了 如果你的实际的销售价 高于这计税价格的 就按照你实际的售价 但一旦要低于这计税价格的 必须按照计税价格 不就防止你避税吗 所以我给大家总结的是 孰高 因此呢 你实际的销售价 一定要注意 跟这个计税价格去比 而这个计税价格是怎么核定的 需要大家自己得背下来 自己得核定 没给就自己 要拿批发环节的销售价 一定是乘一减去批发的毛利率 这个毛利率考试时会以致条件给 批发环节的销售价 也是会给大家 这样你先把它核定出来 然后跟你实际的销售价比那个高 按哪个来算税 所以等于卷焰是给你核定 有最低计税价格的要求 有最低计税价格的要求 知道吗 所以卷焰特殊 所以绝对不能低于我们税务总局规定的 最低计税价格 你要销售价都低于这个最低计税价格 你只能按这个来交税 防止避税 好了 这就是第四个 看完了 我们练练这道题 这是一家卷焰的生产企业 生产A牌卷焰 出厂的价格是每标准条 65元 没过70元 那不就是以类的吗 税务机关在采集这个A牌卷焰的批发价格呢 是每标准条120块钱 总局规定批发环节的牟利率呢 是30% 你自己实际卖价呢 是65 这时候一定要跟总局规定的最低计税价格去比 你要低于这最低计税价格 不能按你实际销售价来算税了 按最低计税价格 所以此时问 他这个销售A牌这个卷焰卖了300标准箱 那他应该缴纳的消费税是多少 这道题首先又练了一个卷焰是复合计征 对不对 跟白酒一样 既从价又从量 量是没问题 不会偷税的 但是价就必须要比照最低计税价格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首先要把最低计税价格要算出来 根据已知条件 批发环节的销售价格120乘以1减批发的牟利率 结果得出来是84块钱 你自己真正的出厂价是多少 60多 要根据你出厂价它是以类 但是要根据最低计税价格它是假类 从而你确定的假类卷焰 所以这是不能按你实际销售价要按照最低计税价格 所以这个卷焰这个最低计税价格的核定 大家必须得记住这公式 这样的话你确定是假类就好算了 先首先从量定额 300乡直接乘以生产销售环节是150元不是250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拿什么 再加上从价定律 价格乘以250条再乘以300乡再乘以56% 假类烟这样从而从量再加上从价 是不是最后核定出来 所以这就是最低计税价格 所以在卷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设定最低价格的 防止企业偷税漏税 好 这就是一个特殊 最后一个 大家看白酒也有最低计税价格 这个白酒最低计税价格说的是 生产企业卖给自己的销售单位 这个价格要是高于销售单位 它自己对外销售价70% 含70以上的 这个税务局不干预 不给你核定最低价 那言外之意就按照你实际销售价 该怎么交税怎么交税就行了 没有问题 这里的70大家清楚 但是一旦要低于70%了 就你卖给销售商的价格已经是低于它对外销售价70以下的 这时税务机关就要干预了 就要有一个最低计税价格的核定了 这个最低计税价格是按多少呢 大家看是根据对外销售价的60核定 60这是今年新改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是固定的了 原来是一个浮动的 今年又新增了一个 今年又新增了一个对于生产企业设立多级销售单位来卖它这个白酒的税务机关一定要按照最后最后最终的那一级销售单位对外的销售价来核定它的最低计税价格 也就是说有点跟卷烟一样 你不光有一级销售单位 还有二级 还有三级 一级一级批 我们一定是根据最后的那一级 最终那一级实际上就是根据什么 根据它最终卖给直到消费者零售商的最后那一级的价格 比照它来确定 于是也是采用孰高原则 你实际的销售价格高于这最低价格 你就按实际价 低的那你就必须按最低计税价格核定 这就是白酒这一块 所以我们今年变化的地方就是在这儿 浮动的改成固定的60% 这个需要大家稍微记一下 这个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也提醒大家 这个白酒也是防止这个生产企业偷税漏税 来投币纳税 而大家也要熟悉 卷烟我们知道了实行专卖制 它是怎么个卖法 其实酒也是一样 尤其是一些特别的有名的品牌酒 茅台呀 五粮液呀 什么什么 1573呢 像这些 它都会有自己的销售单位 专门来销售自己的这些品牌酒 看出来了吗 于是就会中间出现偷税漏税问题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他说由于酒旨在生产销售单一环节 或生产或加工或进口 是不是 咱就拿生产这环节举例 因为白酒大部分都是生产企业自己生产 所以这是白酒的酒厂 白酒的一个生产企业 那么它生产出来的是白酒 它自己产的 这酒非常有名 是不是 比如咱们就拿大家最熟悉的茅台酒 很有名 当这个茅台酒的厂家生产出酒之后 它往往不会自己直接卖 它跟烟是一样的 它自己不直接来销售 它要先给谁来去对外销售呢 它设立一个专门的销售公司 这就出现一个销售公司 你记住了 这销售公司往往是一个什么 由生产企业百分之百 一定是由它控股的一个子公司 记住了 肥水不留外人田呢 所以它就设立了这么一个销售公司 设的目的是什么 白酒的生产企业 先将把茅台酒直接先发生了销售 这不就是出厂销售吗 此时这个酒厂生产企业交税吗 肯定要交消费税的 肯定要交 在这个交消费税的问题上 一定是它是纳税人 不是这销售公司 因为销售公司再接着往下卖这包台酒 已经是零售环节了 它相当于是个零售商 这个环节它就没有消费税了 所以这个白酒一定是在这个环节来征 而且是由白酒生产企业征 这一征的话 它在交消费税时就带来一个 酒是复合计征 没问题 复合计征里的从价 它就有很大学问 当它把这个酒给自己百分之百控股的子公司时 你就看它按照什么价给 如果这个茅台酒按照每瓶 您看它给这个销售公司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五百块钱 每瓶 一瓶 以五百块钱 给了自己的销售公司 自己的子公司 那么销售公司五百块钱一瓶进来的 但是回头 大家看 要是直接就卖给了消费者 有这可能 也有今年教材说的 这个销售公司 还有再下一级的销售公司 还有再下一级的销售公司 二级三级多级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 最终的那个销售公司 最终卖给消费者 最终端的 那个零售价是多少 您发现这个价多少 这时可能就出现 当这销售公司 拿着这五百块钱一瓶的进价 再卖给消费者的时候 您会发现 卖一千五百块钱 一瓶 这是五百 扭头他就卖一千五 我们这里说的啊 比价比价 是比哪个 因为真正交消费税的是生产企业 那么此时他把这个酒 卖给销售公司 是在这个环节纳税 如果按照他的实际的售价 是根据五百块钱来寄税的 他是按照从价五百块钱 再加从量 是不是这样的 他就交这块 此时他是既要交增值税 又要征消费税 两税都交 只是在交消费税时 你会发现 他是按五百块钱的销售价 然后销售公司 再把它卖给消费者 已经进入零售环节了 在这个环节中 作为这销售公司 他就只交什么税了 只交增值税了 就没有消费税了 因为消费税 已经不在这个环节 征税了 上一环节 已经征完了 看出名堂了吗 此时他只征增值税 那就实现的增值 出去一千五计题销项 进来五百 抵扣进项 您就该交增值 就交增值 但关键是 就没有消费税了 就没有消费税了 可是此时呢 税务局发现 呦 你对外卖的这个酒 是一千五 一千五的百分之七十 大家看 打个七折 还应该得是多少 一千零五十元呢 看出来了吗 结果你这出厂 卖给生产企业 卖给自己的销售单位 卖的价是五百 已经远远低于销售公司 对外销售价格的多少 绝对是在七十以下了 你都达不到一千零多少 五十啊 这是税务局说 对不起 你这属于价格明显偏低 这时候绝对不能按照 你这五百块钱 实际这价来征你消费税 不可能 我们给你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 是多少 是你对外销售价的百分之多少 六十 真正算税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来核定 多少 九百 对不起 你得给我补税 所以大家看出来 当你的销售给自己的销售公司的价 和销售公司对外的销售价明显的差距太大 都达不到对外销售价的百分之七十的话 税务局要干预 你超过七十的税务局不干预 这正常 所以当低于七十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由谁来核定 就是由税务局给核定 所以这是不能按你实际销售价 按什么 按税务局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 把这六十记住 所以这时你就不能按实际五百块钱的价来算消费税 一定按九百块钱算 所以呢 在卷烟和白酒这两类特殊商品上 等于我们都规定了一个最低计税价格 当你实际售价远远低于这最低计税价格 我们就认为你有避税嫌疑 必须要进行调整 OK 这个会了吧 好了 这就是我刚才举这例子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品牌酒 它一定都有旗舰店 这些旗舰店实际上跟那个生产酒的厂家是一家子 它是关联方 它无疑目的就是为了想什么 想转移一部分税付出去 既然它利用消费税就在生产销售这个环节才征消费税 所以它在这个环节里把价压的低低的 这样的话扭头把利润都给自己的销售方 因为销售方哪怕卖的再高 它也没有消费税了 这样它不就可以逃避这部分消费税了吗 这回原理通了吧 门都没有 这时我们要比 比 所以这个大家看好 好这是第五 第六大家看专门讲金银首饰 这个特殊 既卖金银首饰又卖非金银首饰的 一定把两个划分清楚 如果你这两个都混在一起的 对不起 那下面就要看 你是在生产这个环节就混在一起 还是在零售环节混在一起 如果你在生产环节混在一起 对不起 从高 知道这个从高说的是哪个从高吗 金银首饰就要从高 因为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是按百分之五 你要在生产环节 百分之十了 所以你生产环节如果分不开 那就在生产环节交 而且还得要从高 但如果是商场在卖的时候混在一起了 对不起了 那个非金银首饰 必须也按照金银首饰 一起来交消费税了 商场啊 我又有金银首饰 我有非金银首饰 你那非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 它就没有消费税了 结果你混在一起 那就跟着金银首饰 通通都要再征一道消费税了 那你不就重复交税了吗 这就导致重复纳税了 哪个重复不是金银首饰重复 是你非金银首饰就重复征税了 你生产环节已经交了一道了 你到零售海里交 OK 合影了吗 好 那你在生产环节你要混在一起呢 说的是你金银首饰就亏了 你本来不在这个环节交 你要是在这个环节交了 它就按时交了 你要是挪到了零售环节 它按本之五 好 这个要清楚 把金银首饰和别的产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 对不起 分不开 全额都挣消费税 我又有金银首饰的 又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其他的东西本来不应该交消费税的 你都合在一起 全额纳税 第二 第三 代料加工的金银首饰 大家知道这种代料加工往往都是 我们家里拿了一个小金条 然后交给谁呀 交给商场 他专门有加工首饰的 加工成项链啊 或者是戒指啊 这就叫代料 相当于就是委托加工 知道吗 委托方就是我们消费者 受托方就是这个商场 其实就是商场 他拿你这小金条 就给你来加工成首饰 这个时候 按照商场同类首饰的销售价来寄税 没有的组成寄税价格来寄税 这个寄税价格就是按照哪个价格 委托加工的寄税价格来叫消费税 他就视为委托加工了啊 所以这是第三点 不难 以旧换新的方式销售金首饰 就跟增值税完全一样了 要按你实际收取 这回理解吧 就是差额 扣去旧金银首饰的收购价 扣完了 你才需要寄税 好 这就是引旧换新的 OK 这样整个的第二节 消费税的寄税依据 一般规定 特殊规定 希望大家一定要清楚 好好理解 把有些难理解的地方 千万不要去背 真的弄明白了 好 第二节就完成任务了啊 下面第二节都讲完了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消费税的寄税依据 它分一般和特殊情况 但不管是一般还是特殊 大方向线 记住 消费税的寄税依据是三种 取决于因物而异 不同的消费品三种计争 寄税依据 第一种大部分的消费品 都是采用从价来计争 所以寄税依据 当然是根据你的销售额 作为你的寄税依据 这个销售额一定是一个 含消费税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做寄税 因为此时你是价内税了 这时的从价 一定是一个含税的价格 但是是不含增值税的价 所以它跟增值税 税基是一样的 第一种 少部分的消费品采用两种 一种是从量 是三种液体的消费品 啤酒黄酒成品油 第二个少类仅限于 卷烟和白酒 适用的是复合计争 从量计争的 一定是根据你的量 来交税 白酒和卷烟 一定是既根据你销售额 又要根据你的销售量 符合计争 这就是一般情况下 消费税的计争方法是因物而已 这就跟增值税不一样 此时它还有身份划分吗 没有 在消费税里绝对不再看 一般大税人还是小规模不看 看的是物消费品 特殊情况下好好要把握好 第一个特殊就是厂家 直接把这东西移送给自己的 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 这回大家彻底理解了 这个时哪怕移送给门市部 环节没变 还是处在生产销售的环节 所以必须得交消费税 而且必须是根据最终的销售额来计税 不是根据移送 所以此时它的纳税时间不是在移送时 而是等到门市部把它对外卖出去的时候才计税 但是它仍然是在生产销售环节 不属于零售环节 这点一定要清楚 好 第二个特殊 换 底 头 当你把应税消费品 只要用于这三块的时候 肯定要交税 交的时候 消费税一定是按照最高销售价 但是交增值税的时候一律都是按均价 这是它差别 哎 希望大家能够清楚 这叫换 底 头 需要把握好啊 第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 卷烟 和白酒 这俩一定要清楚 它们特殊是在于税务总局都给核定了一个最低计税价格 如果你们对外销售的价格低于这个最低计税价格 必须按最低计税价格核定 那么具体这个最低计税价格怎么核定 卷烟有卷烟的方法 白酒有白酒的方法 不同的 卷烟一定根据批发环节的销售价乘一减毛利率算出来 白酒一定是根据你的销售单位对外销售的那个价格 一定是差距很大的时候 按照60%给你核定 所以这两个最低计税价格 希望大家搞清楚 这就可以了 这是第三 第四个特殊 再看看金银首饰 这个金银首饰一定要分清楚 它仅在零剩环节中 所以如果把金银和非金银的东西混在一起的话 都吃亏 你生产企业把它混在一起的话 金银等于提前到生产环节交 而且是从高税率 你在零剩环节要给它混在一起了 会导致那些非金银的又交一次消费税 这些特殊规定把握好就行 好了 这一节我们就掌握这些 先把基本概念清楚 其实我们把这些都清楚了 到计算税额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OK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重点 谢谢大家